大家好,又是我阿Ben 和大家上去羅湖逛逛 今天連續假期 和小朋友一家人上去羅湖玩三天兩夜 首先我們去大騎院站轉車 先去華強不整電話 因為兩部小朋友的電話都爆了臉 就聯絡了整手機那裡 三星的手機要久一點 幾個小時才可以拿 其他牌子就很快可以拿 來到華強不車站B出口 我們走B出口一上去 就很快就會去到遠望商業大廈 一出來看向右手邊 就是遠望的手機交易中心 這間店舖就在地上那裡 那店舖的老闆就丟了一條片給我 叫我幫他推廣一下 那間店舖是在哪裏 怎樣走的 這條片呢 就是那個老闆 自哥給我幫他推廣一下 因為我看他客客氣氣 人品又好像幾好 反正都做開這些東西 那我都幫他當個高 那其實都多了人找他做的 因為我都要排了三四個人才找到他 那這張卡片呢 就是他的了 老闆就叫阿芝 都懂得說廣東話的 那大家跟他談好假的 就拿些機具來做 因為我都是在WeChat找他 跟他合了時間 做對的 那補了家了 那就給他做 那我們在後門走出來 就走回到延南站那裏 那一路都有很多食物的 那就見到這間深信炭火烤 都好像很多人推介 那進去試一下 那在美團 買了一個四人餐 二百多元 都很多食物 那這些都是正宗燒肉 那去回去燒賣 那些食物質素都不是很差的 都OK的 吃得過 那條線 好食過很多地方 那好食過那些什麼 都門那間肥胖子 那來到燕南站 找到這間麥當勞 那我們今晚就住在這裏了 這裏內雪的茶 旁邊的門口上去 C洞 九樓 是前台來的 那登記完 就去拿房了 這間也是在麥當高訂的 那因為想住得舒服一點 住間複式 那進來吧 那有個開放式廚房 但是我見到它七條煙機 電池爐那些是未插電的 那有露台仔 有張雙人床 那都幾骨子 幾乾晚 地方都算乾淨 算不錯的了 好 先看看廁所 咦 這裡只是廁所而已 那可能洗澡在樓上 也幾乾淨 不錯 那我們上樓上看看 那樓上 那樓上 有個浴室 那有些掛傘的地方 有張米八床 一張米半床 那這間可以住到六個人的 那我們就 浴室看看 洗澡的就是這裡 這裡 有個筆給你坐著洗澡 大量的毛巾 都是乾濕分離 樓上一個廁所 連浴室 樓下一個廁所 不怕差廁所用 已經有了 已經有了風筒 這裡就掛下衣服 大致上 就是這樣 都幾骨子 不錯 我們出去露台看一看 下面就是 延南站 延南站 後面就是旭二馬 如果延南站那些坐野叫做寶雪里 下面就是合馬 延南站 延南站A出口 我建議不要走A出口 走遠一點 有個C出口 有升降機 其實駕駛不太多路程 但如果你在這裡走樓梯 都要四層樓梯 都幾金 周圍都很多食肆 雙駕駛 雙駕駛 都不錯 環境 有間亨特基 來到旭二馬 那就 不跟大家進去去走 這裡就是寶雪里那間 合馬先生 看到麥當勞 內雪的茶 走兩個鋪位 瑞幸咖啡 就是合馬先生 這間合馬都幾大 都有一些東西賣一下 賣好這些人吃 反上去吃 那到了夜晚了 去拿了一部電話 原來是華強筆路 那條中間大街 都是有個夜市的 夜市都是那些東西 那拿完電話 找東西吃 走回延南的時候 又見到一間二把手燒烤 那 決定在二把手燒烤 吃 十點半後 半覺 那些東西慢慢開始 上了 那都是跟一般私家店一樣 有個爐 給你 拼著 那些東西慢慢慢慢 就上齊 那今天就天氣涼一點 就坐外面 就涼過坐裡面 裡面都是沒什麼冷氣的 那些東西質素都 幾對板的 都不錯 自然味就比較少 所以比較好 起碼都吃得出什麼肉 反而這個燒烤蠔呢 真是挺好吃 這些燒烤蠔 燒腸 到第二天 在寶樹里 樓下的商場 找到一些拉麵 看到門口的麵 還說肉有多有趣 那進去試試吧 不知道會不會有福 兩間店鋪 其實都很容易找 那進去試試試 叫了一個豚肉拉麵 其實都是一般 不過去那些粟米 雞啊筍啊 那些都要另外加錢才有 你可以再加紫菜 你不喜歡吃什麼 就不用加 因為它都是逐樣雞 好像幾元雞 一樣東西 味道都不錯 不過不失 一般拉麵店的奶麵 啊 下來 電藍站 今天出發去 木鼓啊 就本身叫車去的 但是都想 說一下怎麼乘地鐵去 那其實 乘地鐵去 都很方便的 去到江峽不轉車 跟著就 那個沿途就一直走 不過江峽不轉車 其實都走幾遠 早知道聽人說 直接叫車去 因為呢 沿路啊 都要走比較遠的 那 都是 就是 介紹一下給大家 怎麼乘地鐵去的 下支開 一定有車 那來到深圳這個打卡位 江峽不站的 深圳之眼 其實都幾雲偉的 來過看過看過 那就算了 那踏了差不多45分鐘 來到木鼓啊 那來到木鼓站呢 我們就首先去找回 C出樓啊 那其實C出樓一出呢 一條直路走過去就是了 但是都要走 整 十九 二十分鐘的 都幾金的 其實都 那用高德地圖看 走十九分鐘 其實走前 過對面馬路 直走 走兩三個街口就到了 其實都很容易找的 那就當周圍看看 其實這個商場這麼刪卡 都這麼多人理 那當然是有它的賣點了 那一出了地鐵站 那一出了地鐵站 看過對面馬路 看到那些座野 就在前面 等過馬路了 那只不過是沿著這條路 過完馬路一直走就是了 那今天 幸好沒有下雨 香港家居 奧特萊斯加裝城 沿著這條路走 就會去到華南城的牌坊 又在這條路 那對面呢 就有很多電動工具買的 那一路向前下 走多兩個路口 就來到這個曼達廣場 這個曼達廣場 真的幾大 還沒來過 都是第一次來 那我等一下 走回去正門那裡 找回一條 好出名的那條長電梯 因為我們今天都是上六樓 Party Day 玩 來 來到這條很科幻的長電梯 那一路走一路看 上九號一條天空棧道 就來到六樓 這間Party Day 都不算多人了 今天 那我們就排隊進去 那門口這個波波 都幾雲偉 那看看Party Day 那價錢先 那如果一大一世 我們那些日子是平一來的 所以有三六八 兩個大人 兩個小孩 就是這樣 很多了 那它還有些 全天候的票 那也是充值那些 那些 群綁式消費 如果你來得多的 或者一年來幾次的 那買那些票 當然是划算了 但是你會不會一年來幾次 都要玩呢 我想又未必會了 那進來 那進來 那都是 有些 成網啊 上滑梯啊 其實都幾大 這間店 走到追入 有小型賽車 那記住 趁不多人排隊的時候 真是有排排 那些車速 它可以控制快慢 它看你們伸手 它就會更慢 那玩到晚上 找東西吃 那肯定走那麼遠 那這個商場 在六樓 在Party Day的附近 有間叫東宮的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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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六樓 自助燒烤店 可以打到哪 那就不打了 今天只能燒 看看價錢 98元 如果要加上火的 就15元 其實都OK 那裡 那他還說 可以讓我們進去看看 有什麼食 先 決定 幫不幫襯我 都幾好啊 這個服務 至少知道裡面有什麼食 一進來 有一些Cottel 有一些一盒一盒的蔬菜 有一些扇貝 這些是熟了的 讓你燒熱就能吃 那些菜 那這邊 醬汁 都是基本的 看一些冷盆 有些預計 有雪糕 有水果 水果不適合的 有些甜品 有些糖 有些菜 有些肉 有做沙律 有些壽司 有些肉 賣相也不錯 但是我心裡 就不是選這些 其實來到這裡 上到大陸 當然是吃白倉魚 燒白倉魚 油而燒又好吃 那些油魚都不錯 那食物就是這麼多 那就開始燒了 其實不知為什麼 他們幫我們換這張紙 都換得多密 我們都還沒燒完一轉 還沒吃那些東西 又要夾開些東西 給他們換那張牛油紙 其實都幾煩 但你又沒得還 那把東西都放下去燒 一會兒他又到處換紙 最重要當然是吃 這些白倉仔 牛蛙都可以的 那些白倉不用燒很久 又鮮又甜 在香港買這些白倉仔 都很貴 這裡喝你吃 去到第二天 那就是 寶樹里 樓下那間商場 找到一間叫做 點都可以的飲茶 因為昨晚都玩到11點才在那裡走 最後都是叫車 頂不住 不可以走回去 坐地鐵回來 叫車大約都是七八十元 我忘了實際多少錢 去到最後 去到最後就加多10元 那些 不知什麼 差額 好像84元 最後 來到這個 怎麼都可以 看看有什麼好吃 首先在大陸的酒樓 一定要叫炒分娩 這些一定不能輸 叫了乳隔 嗯 失色了少少 但是味道OK的 但是如果這樣的價錢 這樣的乳隔 那就不太划算了 這些乳隔 粥好吃 腸粉好吃 油炸鬼 好大條 我們兩大兩西式 這裏都差不多了 好像還有個紅米腸未來 我們試過紅米腸 紅米腸來了 這個紅米腸 它又做得挺出色的 好過其他 我吃過其他酒樓的紅米腸 這個真的認真不錯 夠脆 蝦夠多 跟著 打算下來東門 走走走走 誰知道 在國內假期 超多人 在那門玩完物室逃脫 又是時間去找東西吃 走去國貿那邊 看看有什麼東西吃 因為那條街都幾多東西 我想來這裏買了個芝士蛋糕才走 所以就在東門走去國貿 吃完東西就在國貿走回羅湖 剛才在東門都玩了一個物室逃脫 一開始看到這間的乳化 叫它爬的 就爬 放題餐廳來的 後來沒有選一間 現在選了一間在金光華 對面的 一間叫做 街泰牛肉海鮮店 這間店 我們進去的時候 起碼九成都是香港人 我們叫了一個四人餐 好像一百四十幾元而已 接著再加多一份 池柄 吊籠 加多一份中吊籠 那都是七十幾元 埋單都好像是二百多元 那大家看看 大家放大後面 看看哪些適合 Youtube好在手機上可以放大 那你就可以看清楚 那些價錢不貴的 還有份量都OK 味道都可以的 不錯 難怪只有這麼多人來了 我見到有些人應該剛剛上來 就來這裡吃東西了 還是帶著行李箱的 好 看看這個套餐有些什麼 有碟牛 牛骨湯 有個牛腩 有十二粒牛丸 有些牛肚 牛肚就 要綠久一點 都綠久一點才軟 它都挺有咬口 這個牛腩正 不錯 牛丸都正 牛肚要綠久一點才夠軟 那這個是釣籠 試過釣籠 都不錯 待會會加多一點 那些餐就是這樣 接著又走過去對面馬路 來這間蛋撻 買芝士蛋糕 可惜沒有得買 賣光了 我們又沿著這條路 走回去羅湖 其實在這裡走開 都是兩個字都不用 很快 吃完東西 做運動 大家 今次的旅程又是這麼多 未訂閱的 就記得訂閱 分享 和按讚給更多人看 拜拜